大家想看的简谱教程终于来了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简谱并不陌生 学习乐器 学习唱歌 都需要看简谱 看简谱绝对是最基础的乐理知识 不会看简谱怎么办 两个办法 要么一直不会看简谱 要么就学悲 我们常说的简谱 也就是数字简谱 由数字一到七组成 唱作度 Way Mi Fa So La C 接下来我们根据下面这张简谱图来一一讲解 简谱中的常见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E等于C 表示这首曲子是C调的 4分之4 是表示这首曲子是44拍 音符下面有一条横线 这个表示的是节奏 下面没有线的音符 叫做四分音符 也就是一拍 下面有一根横线的 叫八分音符 是半拍 音符上面有一个点 上面有点的是高音 下面有点的是低音 没有点的是中音 对应的音区 我们称之为低音区 中音区 高音区 比如第一句中是长庭外 外是发音最高的 古道边 倒是发音最高的 在音符上标点 在演奏乐器或者唱歌的时候 帮助你找准音的高低 音符后面有一根短横线 这个叫做延音线 意思就是唱到这里的拓长音 比如 长庭会到古道边 两个音符上面有一个弧线 这个叫做延音线 一般是给唱歌看的 表示一个字要对应几个音 中间不断开 解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看到弧线 就要将对应的字的读音分解开始唱 比如第一句 长庭外 停字上有连音线 停的读音大家知道 听等于替加音 所以唱的时候要这么唱 长庭外 看懂的话 我们接着唱后面的 长庭外到古道边 方扫避连天 另 叫做求此符 就是停顿不唱 等待下一段节奏再唱 吹奏乐器的时候 看到求此符 就可以停止吹奏 然后等下一段节奏再吹奏 音符后面有一个点 这个叫做负点 简单点说 就是告诉你 这个音要多唱半拍 比如此处 本来符只需要唱一秒 现在你要唱1.5秒的延长音 本来要唱2秒 现在要唱3秒 不管是吹奏乐器 还是唱歌 简谱都起到一定的引导 和矫正的作用 大家可以根据 刚刚琴拿手老师讲解的 再将经典的歌小红冒唱一遍 会不会感觉之前 只能根据音乐来停顿 现在却可以通过 看简谱来有意思的 适当停顿拖长 来改变唱歌的节奏了 在评论区写下 您想要学习的唱歌乐器技巧 请拿手的更新 会参考您留下的评论 请拿手 为您能增添魅力 感谢您的关注与加入会员 谢谢大家 记得点赞关注哦